今天带来的亚马逊产品分析是人造树叶 人造树叶它算是一种装饰类的产品 我们今天就来看一下人造树叶的市场数据 先来看关键词 通过对人造树叶相关关键词的挖掘 不难发现这个类目它的关键词种类还是非常丰富的 像这种关键词特别丰富的类目 一旦说找到适合我们自己产品的关键词 嗯 或者说表现很好的关键词是更容易获取流量的人造树叶 它的大词就是Fail Apes假树叶 来看一下这个关键词 它的数据 Fleast的月搜索量是9897 相关度是5分 月购买量是1000多个 点击集中度是41.6% 产品数量很多 1万多 市场分析13.84美金 PPC净价1美金 接下来再来看竞品 这里通过竞品不难发现 像这种带有装饰类属性的产品 它们的销量一般都会随着特定节日的到来而有所上升 这样卖家就可以根据参考数据 可以根据这个里面的参考数据来进行合理的备货 这样就可以狠 防止这个产品的小旺季来临 但是库存不足这样的尴尬经地 接下来再来看一下细分市场 人造树叶 它的细分市场是在仿真绿质下面的 这里的样本数量取的是100个 包含68个品牌和63个卖家 月总销量可以看到这个类目它的量还是很大的 月均销量接近2000 月薪销售额是33415 平均的价格18.6亿美金的课单价还可以 平均的评分数量是3107个 平均的星级是4.05分 说明这个类目它对评分还是有一定要求的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方针绿质它的市场分析报告 可以看到这个产品的总数 总数量还是比较庞大的 有4000个 我们先来看一下排名前10Top10的产品数据 Top10产品近30天的军训量时接近6000PCS 近30天的军训销售额是8万多美金 平均的价格是14.59美金 近30天 分平均增长的数量是377个 评分增长的数量还是比较快的 再来看一下新品情况 12个月内上架的新品数量是16个 新品占比就是16% 再来看一下新品近30天的销量 平均销量是1241PS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产品它的趋势这些关键词是可以自行进行筛选的 我们这里主要看一下假树叶 可以看到它是有季节性波动的 但是在非季节性的时候 它仍然是有一定市场需求的 接下来来看一下商品集中度 产品集中度30.6% 集中度一般没有形成垄断 再来看一下品牌集中度 品牌集中度是46.2% 来看一下排名第一的这个品牌它的情况 排名第一的这个品牌 它的产品数量一共是有6个月 销售量是29000Piece 品牌销量占比是14.94% 再来看一下卖卖家集中度 卖家集中度是51% 分别是排名第一 第二 第三这些品牌 它们的一些相关数据 这里都一目了然可以查到 接下来来看卖家类型分布 这里可以看到是没有自营卖家的 基本上几乎全都是FB卖家 FB卖家占比占到了95% 卖家所属地分布84个 产品都是中国卖家在销售的 销量占比占到了88.48% 上架时间分布 这里可以看到 近期新品上架的数量几乎是没有的 半年内新上架的产品只有两个 然后销量占比仅占到了0.99% 还不到1% 上架趋势分布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产品 它是从18年的时候开始成一个上升的趋势 到2019年达到最高 一共有28个产品上架 评分数量分布 这里可以看到这个类目 这里的数据就印证了刚才我们说的这个类目 它对评分是有一定依赖度的 这里可以看到销量 几乎都集中在500个平方以上的这些链接上面 评分数值分布 几乎都分布在4.03分及4.05分以上 因此说明这个产品 它是也非常依赖评分分数的 最后再来看一下价格分布 价格分布上可以看到这个价格价格销量 占比最高的占到将近50% 是在10到15美金之间 那如果说你的产品款型 如果更新颖 或者说解决了某些痛点 差评点的话 这个定价是可以定得更高的 好 感谢大家观看这个产品的数据分析